娱乐乐翻天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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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连育儿课都上过 那上个节目带个孩子不都是小菜一碟吗 因为我解压周围的朋友我都帮人带着 我没事的时候我都会去换赞 好吧 我绝对应该没事 马天宇同学 经验如此丰富还在等什么 小编只能送你八字真言了 万事俱备至欠孩子 麻烦自己生一个玩不呗 然而一提到这样的话题 马天宇同学立马就吐槽起了自己 小编点评没关系 起码也是个会男孩子的巨婴呀 万万没想到周博豪自爆有幽闭恐惧症 虽然周博豪带着自己的最新作品妄想症现身广州 当天周博豪与片中女主角红尘 不仅现场在线惊悚片正确观影姿势 还搞笑发生逗趣表情袍 在很多粉丝观众的印象里 周博豪一向是阳光帅气型男的形象 但据他爆料 自己私下患有幽闭恐惧症 与片中失眠症患者的角色很符合 也跟我现实差不多就是很害怕乘这个大这个电梯 因为我也有这个兽必的恐惧症 所以在演出的时候 演这个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也很顺利 之前荧光夜跑活动在福州苍山万达广场举行 现场沿山沿海聚集了上千位参跑者 夜幕降临 参跑者们身上佩戴的荧光道具格外显眼 形成一片荧光海 而伴随着DJ的竞格乐舞 荧光夜跑正式激情开跑 现场更惊羡一对带着码头面具的温毛者 掀起活动现场的小高潮 更多的伯利还在后头 夜跑活动结束后 在万达中间舞台上 参跑者们与东南卫视主持人一起参与互动游戏 并获得了惊喜大礼包 电视机前的你还在等什么 下次夜跑时 记得来参加了 乐阪天综合报道 小金 穿下这些衣服准备要去爬温泉是不是 柳柳哥哪这样看见我在爬温泉 我明明是医生好不好 很帅气的一生 白大褂是不是 对啊 而且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标准 就是说穿白大褂是检验男生 帅不帅的一个标准 那是 你看现在人家朴海神 杨阳包括这个宋中基 都是穿到白大褂之后进进了男神的行列 对于我来说 有的时候只差一件白大褂 毕竟这个人家是人家 你是你自己 你穿上这个白大褂之后 跟帅一点都不沾边 没有啊 说难听一点 你这个就是一个男神经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卖萌搞怪 是不是也很可爱 啊 好吧 很萌 真的很萌 很萌 现如今咱们的中国市场 可算是一块香萌萌 人人都想进军 中国攒一把人气 捞一桶金 于是学中文 就成了这群小伙伴们的必备做成 可是都说中国语言博大精深 可不是你想学就能学成的啦 想想 学习中文好几年的精细车 直到现在也就会写 梦想是美好的 现实是残酷的 哎 我说细车啊 你这个绕个链 还是等你再学几年 八音之后 选比较好咯 哎呦 而因为文化背景悬殊 出席活动被问及 什么是妇女节时 李承轩是这么回答的 妇女节是 爸爸和女儿的节日吗 不是 是 是 就是女人的节日 哦 是吗 对 还好你告诉我 这个不知道有这个节日 有人因为好新人的提醒 成功学习到一个新的名词 而有人却因为损友的恶搞 出了大酒 比如金长勋 德此损友还真是友谊的校船 说翻就翻的节奏呀 不过嘛 韩国艺人学中文 直冒汉 咱中国小哥跑去韩国发展的 也是没再轻松了 作为Super Junior M的中国成员 Henry 在大家的印象里 一直是这个样子的 可在参加韩国版真正男子汉的 真人秀节目录制时 Henry就显示出自己的呆萌属性 韩国军队正确的经理方式是这样的 而Henry的经理方式却是这样的 很不夸对不对 可是即将进入军队的外来小哥Henry 却自以为帅气满点呢 说各位 明明已经是战斗力富庶的军队菜鸟 又是对韩语一直半解的外国人 这么对Henry真的好吗 而正是多归了这几位哥哥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态度 Henry在军队履履破哥的行为 成功收获教官们的一致吐槽 废坏人的屋里头举动 惊呆的各位小伙伴明显 就是一个大写的萌啊 不过呢 要小编说呢 虽然在某些环境下 语言问题会造成沟通上的麻烦 但换个角度来看 也是一个有趣的萌点呀 乐福年综合报道 温语哥你知道吗 最近我知道有一个人 在网络上非常的火 谁 他被称为蛇精妈 蛇精妈我听说过 而且看到他的照片 就是大家看上去 他的一个照片 觉得他身材还不错 你看看 那个细腰 那个筷子腿 所以他觉得身材不错 而且比例还挺好的 但我觉得温语哥 我们直接来看这张照片 像细心的我就会发现 你看有的照片 是墙壁出现了扭曲 对不对 有的照片呢 是这个电梯出现了变形 最重要的一张就是 那部手机 你发现没有 已经成了这样的形状 完全变形了 我想说的话 这位蛇精妈 如果你是真的太想红的话 注意不要用力过 发现这个网红 有一项非常喜欢的活动 就是直播 视频直播 而且重要的就是 很多明星 最近也爱上了这项活动 在经历了反手 摸杜吉 A41晒子牌 小台秀的洗礼之后 如今会玩的明星们 又有了新的时尚追求 视频直播了 原本以为 只是网络红人们 直播唱歌 游戏吃饭的平台 可现在却成了 明星们跑马圈地的领域 对此的小编只能说 谁让长得好看的人 吃饭喝水 都有人想看呢 前不久 失业少女小S 就受邀适水了一番 网络视频直播 迎来围观人员无数 就在短短的 两分多钟的直播过程中 小S不改惜日本色 各种大指度 犀利言辞 是层居不穷 然而当小S撞上了 胡哥的广告牌 就发现了本性 更是展露在 所有人的眼前了 胡哥本人怎么样 你们跟他合作的时候 很帅啊 帅啊 你自己有广告本人吗 有啊 你有啊 为什么 为什么要有广告本人 而随后那小S 更将未圆 本部清洁 主题准备的玫瑰花 转手献给胡哥 并深情表白了 我选了九朵玫瑰 要跟胡哥表达 因为玫瑰代表爱 然后九朵就是代表 永久的爱你 Forever Love you 所以这一束花 在这边 献给胡哥 我希望胡哥 演艺失业 一个本部 小孩子在直播上 展现弥媚疯狂的一面 而有些人 则只要负责 美美美就行了 这说的 就是范爷了 在巴黎时装周的间隙 范爷就做了一回 小小的直播 而好骂的冰冰 不仅在镜头下 大展自己的妆容 还煞有介绍地 为大家介绍起 自己的自拍心得了 拍照片自拍 有什么秘诀吗 自拍有什么秘诀 其实就是 当然自己要长得美 但是还是要找角度 对 比如说你的镜头 拿到前45度角 然后让你的脸看起来 没有那么好 可以放瘦一点 而同样也在 时装周上的吴欣 也小小的直播了一番 主持人出现了他 跟观众的互动 那就显得热络多了 哈喽 大家好 喜欢我今天的妆容 请大家按一 大家觉得有进步的空间 请按二 表示非常喜欢 请按三 近来停记 《欢乐送》中安丽一卷 在观众中 狂刷好感度的刘涛 则在直播中 大显霸气本色 不仅自己玩的环托 还将一众好友们 拉下水 而这些人 不用说 这都是《欢乐送》里的 主演和主创了 灯了 我的灯了 我的美光灯了 我的美光灯了 为什么没灯了 没电了 有灯就没灯 插进去 跟我的直播的朋友 打个招呼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凯 等会 怎么老有人要给我发光 哎呀 这烦人 去等会 发给我 烤车什么的 拉着一众大咖组团刷脸 真是涛姐一出手 究竟又没有了 据说十分钟内 就有七十多万人 观看了刘涛的直播 并一度造成了 服务器的瘫痪呢 小编我只能说 高实在是高咯 不过呢 说来说去 以上明星星星网络 视频直播 都是在刷颜值 晒活动 展露下日常生活 然而还有个男孩 却将不走寻常路 贯彻到了顶点 他就是蒋静夫 因为福仔的选择是 直播跑步 不仅如此呢 他还拉上了自己的爸爸 一边跑步 一边拿着手机 直播起来 在办公室里面 又是空调 又是密码 可以等到 抵抗力 会一下这样 挤出点时间 本体家人 出外跑跑步 锻炼一下 也是一种 特别不错的选择 我爸在旁边跟着我呢 虽然被冻得 鼻头发红 而福仔依然敬业地 边跑边直播 真是将运动达人的 属性展露无遗呢 而这段 只有十来分钟的直播 竟然请了九百万的点击 以及五十万的点赞 网友们纷纷表示福仔 看了这么多的明星直播 还是你会玩嘞 其实呢 不管怎么说了 明星们愿意将自己的日常 展现给大家看 对于粉丝们来说 自然是相当地有吸引力的了 不过呢 小编再次还是要提醒各位小组 千万可别直播上瘾 要知道呢对于明星们来说 新鲜感和神秘感 还是挺重要的 可别把自己的私生活 活成真言秀了 乐伯年综合报道 没有最瘦 只有更瘦 白马明星 其他减肥装饰 你怎么瘦 不是瘦 一年 你昨天下节更精彩 各位啊 欢迎来到不厉害的点心面 独家观影播出的 娱乐乐半天 我是欢迎 大家好 我是金泽源 是的 最近我满佩服给人 那就是我们的琴海路了 是的 疯狂的运动健身过程当中 而且练习这个瑜伽动作超级厉害 什么倒立体擦 还可以倒立着来看手机 太佩服他了 居然的向大家喊话说 倒立一字吗 你们敢来挑战吗 我觉得这个千万大家不要签一句挑战 因为这个千海路 人家是有这个金剧 这个身材功底 有基本功是不是 那才可以的 你们不要轻易挑战 但是我们这个小金 作为运动达人 他就来挑战一下了 我们的小金同学 给大家表演下腰 来 做好准备 三二一 下 我的腰 人家是下腰 你这个是先杀屁股 行不行啊 你在管我是吗 你还是运动达人吗 拿了呀 我不是 再练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新闻 在这竞争机里的娱乐区 有些事情也是绝对的死穴 比如事业停滞 比如练琴波动 可这些东西 与身材走样异禀 那统统都得靠边站了 所以呢 为了保持好身材 明星们可是 什么招数都想得出来 今天小编 就带着各位来讲一讲 明星们那些 五花八门的减肥方式 首先要说的 就是先售出了名的鲁鱼了 节目呢 近日网上 爆出了一组鲁鱼的照片 照片当中的鲁鱼 看起来更瘦了 在镜头前 简直如同纸片人 哎呦 我说鲁鱼姐姐 你这究竟用了什么方法 减肥的呢 每顿饭我劝鲁鱼 多吃点 我说多吃几粒 说他是数着粒吃 一顿饭13粒每半 一个粒不多 一个粒不少 我记得很清楚 可心疼的那个时候 哇哦天哪 一顿只吃13粒米 如此极端的减肥方式 对观众 还是千万别学得好了 要说呢 在减肥这条路上 对自己毫不留情的 还有咱们的小猪 罗志祥 要知道前阵子 小猪为了拍摄电影《美言语》 还是特别增胖10公斤呀 但最近为了自己的 巡回演唱会 小猪居然在短短的 一个月内 鸡瘦20斤 天哪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一天啊 现在三四颗吧 三四颗 然后晚上尽量 都什么都不吃 两天 怎么的如果特别 会偷偷哭了一下 在棉被你知道 午夜梦回 留下几滴眼泪擦了一下 为什么这么痛苦 虽然减肥过程很痛苦 但这成效嘛 还是相当的明显低 不知是不是减肥成功 才新奔 小猪还大方地 将自己成功减肥的过程 分享在社交网络当中 但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呢 这一战却引来 健身达人疯狂跑红 直言小猪的减肥 太不健康了 是史上最经典的 负面教材 哎呦 对此小猪你怎么看呢 减肥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一个 一套路法 然后每一个人 要先了解 你减肥 之前先了解 自己的体质 适不适合 这样的一个方式 每一个人都有 自己的一些方法 那其实这个方法 对他说是有用的 要说这减肥的 除了忌口之外呢 这锻炼 肯定是不能少的了 这运动减肥 究竟多有效 看看杜海涛就知道 自打卷参加了 真修真正男子汉后 杜海涛的体重 那是层层层层 往下降 或许是成得了 运动瘦身的天头 现在的海涛 即使没上节目 也会坚持锻炼 每天都在健身 因为吹的牛是100天嘛 100天练出八块腹肌 所以我每一天 都有在健身 看来杜海涛 这一次可真的是 下定决心 要跟肥肉说拜拜了 两车的时间 他已经受了13斤 我第一次量体重 是98.5 我前两天量 是91.7 如果说上面的 这些瘦身方式 都还算常见的话 那接下来 这老干部精通的 抑制减肥法 小编可就真是 闻所未闻了 一年 我每天跟我的 工作团队讲 一年通常是一笑 事实上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就像 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收身全靠抑制 光靠想想就能减肥 老干部精通这减肥方式 还不是谁都能学会的呀 好了好了 说了这么多 明星减肥的方式 小编只想说一句了 虽然这体重不克制 肥肉会放肆 粉丝会流失 但健康嘛 还是应该摆在第一位大 可学的减肥 才能身体事业 两不毋庸 乐布林综合报道 欢迎来到玻璃海带点心面 娱乐显微镜的环节 答对问题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品 我们上期的正确答案呢 就是林志玲 恭喜一张的两位朋友 可以获得的是好吃 好给力玻璃海带点心面 提供大礼包一份 以及无意的亲笔 现在我们的专辑一张 所以我们在看今天的娱乐显微镜的问题 问题就是呢 拿着这个奶瓶的人是谁呢 如果大家知道答案的话呢 赶快通过微博和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回答正确就有机会 可以获得玻璃海带点心面 送出的大礼包 以及阿令亲笔 前面的专辑啦 是的 今天的天天节目就是一些明天同意时间 乐凡天站这里等着牛再见 周末一块 Yeah